大家好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現場時間 中午十幾點,十幾分,一首首首天是快樂人報榜 先問三首安內在播,我是一個好朋友楊潔 經過三天的連續假期,大家有好好休息嗎?有沒有出去玩? 哇,這個三天的假期,真的天氣非常棒 出去玩一下,向楊潔出去放鬆一下心情,感覺不錯 那當然,我們在今天呢,回到工作崗位來 要跟大家繼續探討很多的議題,包含的是 我們在勞工部分的議題,還有包含這次其實在 這個,我們的疫情的部分有影響到我們的勞工 那還有包含在我們高雄的這個失業率的 這個狀況到底是怎麼樣呢?今天呢,我們特別 開心可以邀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我們局長王秋冬,王局長來到楊潔的節目 局長,你好 楊潔,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六甘局長王秋冬 是,當然今天,有很多議題要跟局長來探討 我想第一個問題先來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包含我們高雄市的失業率的部分 因為其實,當然在民意代表在監督我們高雄市的市政 那當然有議員有提到說,其實我們高雄市的失業率的部分 那在高雄市的失業率的部分到底是怎樣呢?請局長跟我們聽眾朋友來聊一聊 好,謝謝,感謝楊潔,感謝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去年的失業率按照我們的主價處的公佈 是3.7% 3.7%就是說,我們有5萬1千的失業人口 那我們的勞動力有140萬1千人 就是這樣算出來的 但是呢,因為3.7%是有幾個多 就是說,那直轄市有2、3個也跟我們一樣3.7% 所以說,我們是跟人們並列第一,並列失業率最低就對了 這就代表說,我們高雄的酒業狀況很好 那代表說,我們高雄的努力也很高 這個政體的土地在去年的表現是很好 想要找頭路的人,找有頭路 想要要工人的人,都所找有工人 那所以這是一個好現象 那我們為了說,我們紀念和全國也在第一 我們希望算我們高雄這幾年要有什麼變化 所以我們就說,把它倒勝倒回去就對了 因為,我們是去年3.7%是我們的主計處公佈的所理 那當時,它也公佈說,我們的勞業面口有多少 那當時公佈我們的努動力有多少 就我剛才說的,5萬1千人跟140萬1千人,是所理也出來 所以我們也把它倒勝 我們去年,我們實際上的勞業率是 按照我們算是3.64% 3.64% 就是說,我們3.7%公佈的主計處公佈 我們把它倒勝,我們是3.64% 3.64%跟去年全國的平均是3.73% 就是說,去年我們全中華民國 我們的勞業的平均,算到小數第二位是3.73% 我們高雄3.64% 所以明顯我們比全國好很多 我們就是公佈這個所理 希望可以公佈到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也代表說,我們高雄市正在發展 我們也希望市民在高雄市外 我們這個國產業的人想要投資 也可以來高雄投資 所以說,我們把這個所理也公佈 這個所理公佈後,我們當時又算出來說,過年了 我們高雄這個零年來最多也是在那幾年 哦,是 再來就是說,在全國平均 我們過去可能都有一些表現不錯的時候 但是跟全國平均比起來 都沒有比全國平均更好 尤其近五年來啦 當然一百多三年的時候 全國平均,我們高雄也有低於他一次 但是近五年來,今年是第一次 所以說這個形勢就算非常好 我們就從這個所理公佈 就是我剛才的理由說 希望跟我們高雄市的市民勾募 希望讓高雄市的興奮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高雄市過去一年是新興向榮 這個新興向榮當然有幾個樣可能 這個就是說,大家願意來投資 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大家對高雄有信心 說高雄政府的市政 可能在這個考慮 和青年度部份 都受到我們民眾的心臨 所以願意到高雄來投資 之後我們的市民也很輕盛 只要有機會就很勉強去做 所以我們的社會有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有這種意涵在裡面 我們的比平也希望說 我們跟高雄地區 有這個好的狀況給他展現出來 到底有什麼說要檢查的 我們也不斷來追 當然也有議員 剛才說有議員 覺得說你的所理自己算 其實啦 我說第一個所理叫做 除了中處所公佈的3.7 那是公佈的,大家都沒有疑慮 我們高雄是跟幾個兩三個都並列全國第一 這是雙姓電議員也有議員 要對著我們3.645議員 3.645議員就是說 你自己算的這樣不算 但是呢,我也要跟我們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報告啦 就是說,我們算的所理是按照我們的 事業的領口來處理我們的勞動力 就是我們全國都是這樣算的 包括勞動部也這樣算 對 所以算出來的所理 可以說非常的公平 也非常的公信力 所以說這點也我覺得說 大家在所理面前去真心計較 沒有什麼意思 高雄的好應該是我們大家所共同希望看到的 高雄如果不好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的機會 把我們拿出這順 把我們要求 把我們交代 我們的努力來做做得更好 因為我們的目標一直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希望說 高雄在全國裡面是讓人說 學都說讚的 我們高雄在我們的市政面上 我們看起來是方向健康的 所以說我們對這個所理 現現出來的東西 我們目的就希望說 我剛才說的那兩點 就提高高雄的比心愛的程度 第二就是說 讓我們的民眾可以對身為高雄人 有這個榮耀 再來也是希望說 我們政府可以對這個所理面上 看出來說 過去的市政對得不對 我們去年 以我們樂安教來說 我們去年 農總辦433項的就業徵彩活動 就是說平均一天以上 一天有一項以上的徵彩活動 就是說就業媒合 當然還有很多的就是 包括我們市長 提高高雄的能見度 所以唱唱來這裡投資 真發覺都在唱唱 也讓這些來這裡投資的唱唱 感覺說 他們辦這個設廠 種種的過程中 真的很方便 所以他們管理 很快就來投資 因為政府的效能提高 他們也很快可以投資 種種 所以提高到這個 出業律 抗價到這個 飾業律 我相信 這個標籤的意涵是這樣啦 不過對著相關所理 我相信 我們在玩的 我們政府在玩的 都優租本 絕對不是去路邊 蜂蜂蜂蜂蜂的 說真的公共的 這個我們都不敢這樣 至於說 有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解讀 這個我們都尊重 因為 現在說是政治的氛圍 比我們是最主要的氛圍 更長 所以很多事情都 為政治的氛圍去改讀 這個解讀 其實對我們到底是好 不好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政府知道說 我這個所理的氛圍 對著我們未來的事情 有很大的幫忙 對著我們的方向 也有很明顯的 這個欺負 所以我們好好地來努力 OK 好 說到 飾業的醫官 當然現在 我們講的新冠 新型冠狀肺炎的部分 新冠肺炎的部分 就是大家 都會俗稱叫武漢肺炎 叫新型冠狀肺炎的部分 全國都很努力的在做防疫 那 包含上週 其實楊潔也訪問到 我們衛生局的局長 來跟大家講到防疫的部分 當然 防疫是全民動起來 其實在勞工的部分 勞工的部分 方向也是非常重要 有幾個的部分 包含到 等一下我們會陸續跟大家 跟局長來請教 其實包含目前的狀況 很有可能 就有可能是說 可能大家生理不好 可能大家生理不好 有才是說 工廠有可能 聽短的部分比較沒有 所以有可能會跟我們 路工朋友來參想 是不是來放無薪假 但是這無薪假 其實大家聽起來都不是很高興 因為就是叫勞工 沒有薪水 現在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現在就對方和 聽眾朋友來報告一下 如果真的 產業也撐得很辛苦 跟我們跟朋友說 合調看看是不是放無薪假 應該也是有相關的規定 是 我想感謝洋姐 我也跟各位聽眾朋友報告 其實什麼叫做無薪假 無薪假不是完全沒有薪水 無薪假他的專名叫做 勞工之間協商減少工時的協議 就是說透過 老闆跟新樓的協議 他把這個工作時間減少 這個協議 但是減少後 是不是可以不要付薪水 法定的規定是不行的 就是說 你一個月可能存在兩天三天 但是也要付 兩萬三千八百塊的基本工資 這就是我們無薪假的基礎 所以大家不要動作 無薪假是無薪水 無薪假按照規定就是要付薪水 付基本薪水 當然因為普通的 我們留工錢打招 有可能領四萬 也有可能領三萬 現在無薪假之後 他就差一天一天 可能他的孩子要註冊 他的房子要留房貸 就造成一千萬萬的困境 所以政府就 我們在高雄市 劉安宮就在議員設立的時候 就提出一個呼籲 希望說 市政府如果有錢 可以讓我們劉安宮來做一個補助 還是說劉東部可以變一筆錢 讓我們 高雄市劉安宮來補助到 我們領有薪假的劉工 但是因為市政府其實財務太困難 所以沒辦法 劉東部就覺得 已經有一個叫做充電再出發的計劃 這樣就好了 其他可能我就補助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劉東部這個充電再出發計劃 他基本上是對著企業 常態性的無薪假 譬如說 我電池槍 就因為電話味道不好 電話不好 還是電郵不好 所以我這個公司裡面放無薪假 那是普通實在 不是防疫期間的 OK 那這個價位就是說 你這個公司要拿出一個 困難價位出來 我政府補助你最元1900萬 當初是這樣 然後你完工要上100點錢的客 這可以領到15000幾塊 15000塊作為的錢 這是普通實在的 但是我們防疫期間遇到的 我相信大家現在 現在我們所看到大概 高雄有五間 還有19人是因為無薪假的問題 他這種可能是 一個公司兩三人而已 他怎麼可能去提出這個 叫做教育訓練計畫 所以說完工就可以領不到 他們出了這種基礎資 我們希望說劉東部 可以提出一個補助價位 在這裡來補助說 譬如說我們3萬塊4萬塊 減作變成基本工資料 對家庭從日本 由政府來做適度的補助 我們剛才提出的價位是這樣的 但是劉東部就說 他已經有了所以他不在做 不過最近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前兩天 劉東部已經提出了一個 安心就位計畫 那裡就有直接補助的補助 這個補助 基本上就呼應 我們高雄的提出的做法 他也去稍微改良後 有來配合提出 這對我們全體的劉工 就是一個補助 我們劉工也很高興 雖然你最近政策回文跟我們說 我們申請的補助 他不在給我們 不過他提出一個價位 是全國劉工都適用的 這當然更好 所以我們劉工對著說 劉東部願意 看到聽到 電影的聲音 願意去調整這個補助的方式 對全體的補助就有益 不過現在這個補助的方式 的做法還沒很明顯 讓電影政策說要怎麼做 它是一個環節 它說它準備一個 差不多有10億的救援基金 來做這個補助 補助就是說 按照你劉部投保的急劇 譬如說你劉部是補3萬的 還是補4萬的 那4萬到2萬3千八中間 就有這個15000塊的差異 那這15000塊上官的補助 就有5成 譬如說你差15000塊 我上官就補你7500塊 劉東部的辦法是這樣 至於說到底要怎麼作業 目前還沒給我們 他說三月份會出來 但是目前還沒出來 所以說我們會努力來給他注意 也希望我們聽眾朋友知道說 現在劉東部在我們 高雄市政府 我們提出這個補助 給予料 他已經有一個回應 有一個全國性的補助 注意到我們相關訊息的發布 如果有適合的 不管是我們這個 國防民的勒工 過去 當然我們是跟這個高雄市 他現在是全國的 所以應該都會殺你 所以到時候請大家 也要注意相關 發佈的情形 如果有問題 也不可以隨時跟我們 劉東局來翻譯 現在這個時候 要跟我們劉東也要提出 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無薪假 無薪假可能 頭髮到新劉中間就默契說 你一禮拜存做兩天三天 我就負你兩天三天的錢 這個錢低於基本工資 依法這是不行的 但是有時候因為 現在經濟 現在防疫期間比較特殊 所以如果說勞資雙方說好 我們基本上 劉東局是不會主動去跟你調查 因為我們有希望大家 大家的產水甘蠻 產蠻甘水給過年 這個艱苦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共體時間 但是如果勞工沒有同意 就是說勞工沒有同意的話 那麼我們的構築就違反 所以希望我們所有的構築都可以注意 我們勞工也要知道 你的這個款力 如果你同意 當然不會說 你如果不同意 就要跟我們勞工的新手 勞工就對了 替你來跟你的構築 你這兩萬三千八 基本的工資 一定要付得到 所以這點 也把我們全體聽眾名義來報告 是 OK 就是說 如果你的公司 要來放這個無薪假 你基本上一定都要同意 勞工要同意 就是勞資協商的部分 不可以說你公司 但方便 你就是放無薪假 這樣其實是不可以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是要提出我們的 其中朋友 那在 其實在這個放無薪假的部分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 有的人 工作的部分到沒有 就是有的人 工作有夠多 像楊潔剛才跟教長說 楊潔媽媽 他就是工廠 那裡有夠多 因為說 台獨 台獨 那邊沒辦法上班 所以全部的 有台灣生產 都在台灣生產 所以他們變成 沿了很多 有夠多工作 針對這部分 也是有加班的問題 出現了 是 基本上 我們的劉計畫 是有規定說 一個禮拜正常是 四十六點鐘的加班 當然現在也是要 經過劉工的同意 啊 最多 可以去 跟 如果經過的新部 或其中 三個月可以 一百三十八點前 依賴的加班 當然 我們剛才說 有很多行業民 台獨的性善 可能剩一半 或是生技沒有性善 或是只有七聲 所以在台灣搶 就會大力進行善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 我們的構築可以 來找六甘宮 來討論說 我現在 鄉鄉山林這麼大 我要怎麼在 沒有違法的總控制 來 提高我的山林呢 我們當然 我們有這個 變形工時 就是說 我一個禮拜固定 要休息兩天 這兩天 我在三國裡面 可以做調整的 這種做法 這個部分都可以 請我們人主 和我們六甘宮來討論 說 我剛才這個現象 我怎麼去調整 比方更好 這點我們都願意 來獲得 所有的構築 來符合政府的要求 但是基本的休息的 洗手 也都要有就對了 只是說 他把這個時間做挪移 我本來一天 要休息兩天 我現在可能在三國裡面 去做調整 這樣下去之後 就可以減少這個 就可以提高這個 生產力 來減少休息 總體休息時間不減 但是時間可以調整 因為 經過三國之後 可能大陸的生產 都沒有這些問題 那時候 你可以加來做一個調整 所以 這個部分都要把我們的 我們的構築 像我們台灣民間 如果有這個小構築 不想的 就跟我們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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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說 你要多時間來提高 當然這要經過勞資協商 經過我們的下班 當以後 來提高 這個 工作思想 但是 一定的休息時間 相當不容易 這點我們會來協助 再來就是說 中央也有政策發言 我們都沒有發言 我們中央 有關於做口罩 跟防疫有關的 這個部分 減時 可以來宏寬 他的加班 跟他的工作的狀況 我們政府 會盡量 劃勉 用陸基金去判斥 希望 他在最低的時間 裡面 為了防疫 可以把這些工作做得好 所以陸基法 對他來說 有極部的宏寬 對 這部分也要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 隔壁 這個口罩工廠都沒有在休息 因為 因為 經過我們努動部 經過我們國家 在這個緊急時期 來發言 我們地方說 他要讓他有工作的狀況 為了要防疫 所以這點也要給大家報告 不過 要是有一定的 要是有基本的一個犯罪 但是 就是說 他的宏寬得很大 總是希望 在這個 危急時刻 這個口罩廠可以發揮功能 趕緊 向我們國內的訴求 來滿足 要不要大家為了一個口罩 大小都在那裡排隊 這也是一個難兇 所以說 在這個特定的行業裡面 有政府放寬 我們 我們國文區劃工當然也很配合 不過裡面 如果有特別的問題 也可以跟劃工說 劃工叫也可以 來代表歡迎 還是來協調 對 就是構築的部分 所以我們 尊重你要提高三連 就是 你這陣子 你這段時間 段很多 工作很多 你也是要主動 我覺得主動很重要 你主動順問 我們勞工局 看看 什麼樣的狀況是沒有違法的 可以做彈性的 公實的調配 重點是 勞工也要同意 對 這真重要 不能說 勞工他不同意 你硬是請他來加班 那不行 這樣就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到 我們有勞機法的部分 那當然我覺得 口罩工廠 真的很感謝 對 大家很辛苦 大家很辛苦 最近大家在網路 有看到很多 包含口罩的工廠 口罩的這些業者 他出面跟大家來闡述 他們如何製作 以及如何為台灣的防疫 盡一份心力 真的看得很感動 我們台灣這些業者 真的很辛苦 真的跟你們說聲辛苦了 好 現在時間四點 十二點四十一分 我們先讓電台先進個廣告 等會呢 在廣告過後 再跟現場高雄市勞工局 王秋冬局長 繼續開槓 等會馬上回來 來 這屬豆瓶 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身體 在煩惱 在這裏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花香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念花香文 花香讓我們自己的完成 新桌子 走生 我們的心臟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自己免費 來結案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啊 怎麼辦 王子的舞會快開始了 我要怎樣才能趕上 先突然啦 哦 是神仙教母 看我的召喚神咒 07-831-9037 哦 這才是 是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提供商務服務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轎 旅車 修理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比之前的南瓜馬車更厲害 趕快去舞會吧 祝你有個甜蜜的約會 哇 好 謝謝神仙教母 有任何租車需求 請找全球租車公司 07-831-9037 831-9037 神仙教父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很努力在防疫 当然我们乐工朋友 我们的雇主 我们的雇主 我们的老板 大家都会因应到不同的状况 包括当初这些人和教授在开港 整餐厅 油腩车 越油 当然受到这波疫情的关系 大家真的生意不太好 当然这个真的是 整个大环境的问题 全球的 全球的问题 真的是跟大家说一声辛苦 当然也是政府 也是爱帮大家找到出口 跟解套的方法 那针对于 其实大家最近有很多都是在 可能做弹性的这个调配 无耕快 可是呢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到 这是可能无耕快 不过你可能 这个疫情过了 所以最近这个时候应该也是要做一些所谓的产业复工的准备 不过你说到时整个疫情突然稳定下来之后 你工作量突然变多了 有时候也承受不住 这部分 这包括杨杰说的包括我们青春滤油 滤油因为国内有很多基本的滤油 什么叫基本滤油 比如说它是民政系统的理人的滤油 会出去考察 出去滤油 中间社区的滤油 市廟的 社团的滤油 中间这有固定的 因为我们现在中半年都没有嘛 所以到一半年有可能 如果说疫情稳定了 会很多人出门来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要很注意 因此我们现在在这方面防疫 人民留意这些撑不下去的 这些购注啊 这些伤害之外 我们人民也要慢慢来了解 准备 市政府准备来协作 我们的购注 或是我们的市民 在未来 如果疫情稳定了 整个经济变好了 要如何吸引大家来高雍出头 他滤油来说 要如何吸引大家来高雍出头 要如何让大家来高雍消费 这点就是我们政府目前 其实也在注意 也在准备 所以我们各位市民就要知道 我们市政府在了专业的防疫之外 市政府对着说将来疫情稳定后 高雍兼替的 这个 度质的发展 啊 经济的发展 其实也都一直有在准备 我们就希望说 这时候无薪借的时候 我们的六甲可能会去榜的无薪借 2380年 如果现在 中庸政府已经有一个补助出来 就是说 楼宝的这个 导宝金牙和 基本工资中间的差役 会五成的补助 那么大家就可以稳定下来 希望我们六甲在这段时间 因为一周可能工作的时间 像两到三天嘛 其他时间也请 希望大家可以充实自己 我们准备在未来 这个经济稳定后 我们可以好好地发肥 所以这点也要给大家做提示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因为 产营业其实受到大家 防疫都不敢出门嘛 对 所以我们有一些皮肤工厂 它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譬如说我们上天 我们市长在上星期去看一个 在文山的喜寒娥的创意料理店 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去年也創作了很好的成绩 去年一年做两千万 今年看到这个 营业已经降到30%左右了 他算这样降 虽然30% 听起来没很多 但是对他们来说 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里面都是我们的喜寒娥 所以他的生产成本 国民是比他更高的 那他们家也希望说 我们各位朋友 如果说可以去外带 譬如说外国外在店里吃 当然可以在店里吃 他的这个防疫相关措施 做得也不错 譬如说改良体温 改这个水精洗手 这个酒精洗手 所有的都有做 所以也可以在那里吃 还有这个里面的消毒 做得很彻底 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你也不放心 你也可以外带 所以希望说 这个时候大家同样吃饭 可以外带的 那对到我们的 这个庇护工厂也喜欢帮忙 这也是我们 目前会好的努力 来思考说 将来如果 疫情问题后 他们要如何 减转发电的做法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在努力当中 那另外 来请 当然这个庇护工厂 有一些 它可能是生产礼盒的 这垒垒的部分 所以 我觉得可能之后 之后可能遇到一些 节庆的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 拜托大家 真的是多帮忙 对 要拜托我们的市民多帮忙 像我们这次 比如说受到冲击的部分 比如说在长庇里面 这个湖斑咖啡 因为 现在医院是这个高危 就是 大家比较 重点区 比较没有去的地方 所以说 那个地方 就要特別来 生理就要特別应用 还有一些市场按摩的点 在医院里面的 它在 当然从上个月开始 就已经减少排班 减少排班 所以说那里面 在按摩的 我们的市场朋友 他的收入也会减少 这都是我们政府 目前在我们密切注意的 所以要邀请 就是跟我们各位 听众朋友 报告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可以把这些 六岁的支持 旁边的地方 也请大家 继续来 旁边的支持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不确定性比较多 所以我们很难去跟他们说 你一定要怎么样 不过我们就说 希望各自进 各自的力量 你如果在这 有法度照顾的时候 可以考虑到 我们高雍这些 六岁团队 他非常需要 我们的市民 在国民来 给他支持 如果说 大家在这时 如果没法做 这就在将来 疫情结束之后 可以尽量来跟他们碰上 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报告在这时 大家可以 我相信 包括市场按摩店 我经常去看过几个间 它相关的防疫措施 消毒的这个作为 也都做得非常彻底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 所以也给大家做这些报告 是 我觉得大家 现在在共共体时间 不过可以看到 餐厅生意普遍性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餐厅有时 感觉说 上一段 以前那生意好到不行 现在变成 真的是客人 感觉很大 人家真的 感受很多 所以很多的餐饮业者 真的 也是最近 撑得很辛苦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刚刚杨姐也 跟局长在请教 就是移工朋友的问题 移工朋友问题 当然移工 到台湾来工作也很辛苦 都很辛苦 但是当然移工从其他的国家到台湾来 他们在防疫这部分 到底要怎么样去帮他们在这部分做一些加强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也跟局长在讨论这个非法移工的问题 因为在台湾台北那个案例就是非法移工的问题 他真的很难掌握 这部分 局长 是 我们对着移工 我们在今年 因为我们台中 我们高雄市一直开设 我们在正月底 期月车就开始了 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了四种机研的传单 宣传品 我们在高雄移工 就是知道 疫情已经爆发 那希望大家在哪一些部分来注意 包括戴口罩 洗手 避免群聚重重 我们凡例做这个印尼文 泰国文 瓦南文 还可以去四种机研来发露所有的移工 那就希望移工可以配合 那刚才我们有提起台北 台北的第三十 他应该是三十四例 对 三十四 他这个 他是一个非法外劳 非法外劳其实在我们高雄也有很多的营用 我们这个移工安全科 经常都会去开到这些 因为家里面有人不愉快 去担饮 找不到勘工 所以人家说 这个勘工不错 你可以用 他就聘用 聘用 结果聘用是非法 非法外劳 包括有时候一些 他的这个 非法症也嫁 所以说要注意 因此我们去年 针对这个也花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瓦南区 本来在今年就要针对 非法的勘工保障 来做这个加工算得 因为最后 第一时间 有人这样 一个案例就是 一个流行 他做保险 他人家的疼痛 结果那半月 因为他肯定要开 没有人要来做 因为他人家有 怕经事 怕经事 对他有一点点失智的状况 所以很难够 人家就说 这个滑楼不错 这个赛容 他就聘用 聘用了 结果只有一点钟而已 我们移民宿就去查 查到后 毕竟上来的流行局 必须要开发 像这样就已经心疯了 如果家里面就有人在疼痛 又去打开 我感觉那是非常 不好的现象 但是呢 因为法庭規定就是这么僵硬 所以因为这么多案例 我们看到非常不甘 所以我们今年本来就要来加工 这点的选择 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家里面有人疼痛 如果要买多 拜托你一定要去看看 他的这个虚科症 或是一些 譬如他说 我就嫁来这 我是这个外配 我已经有身份证 所以我可以做 不然你把他的身份证 欠准 这个证件你不要欠准 只要你有这个基本的一个证明 我们就知道你是无心的 或是你是比较的 你有被查证 你有查证过的 对 将来你这个出份保隆 可能我们就会有机会 没有出份 或是减少出份 所以说这点也要提出 我们的市民主义 那为了派边这种 外劳的这个 我们刚才说正常的国际医工 我们已经有市中医院 跟他们通知了 最近还有就是 所有外劳仲介 国际医工的仲介 业者来 会跟他们说 我们包括做一些图卡 包括请他们 来希望我们所有的医工 在效果的时候 省卖到他们的群聚地点 他们常常都会去 例如我车头 是去到他们 集图 那传念很严重 因为我们来台湾 我们最后想要探紧 大家想要平安探紧 这段时间就请他们配合 不要去大厅人集会的地方 所以这点 我们会来做 也会跟工会来 跟工会 来做作业 听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请他们来配合 是我们高雄木权的 做 针对这个规划 勘付部分 我们因为要应付这点 我们其实在今年 也有提出一个新的措施 就是说 我们高雄七六甲 有一个困难中心 困难很多的长照服务员 是是是 困难后不一定 民众可以卡住 直接跟他们抢 这样抢到的人 就会有问题 这是我们高雄今年 所先做的 希望这种方法 可以检查 我们民众去抢到 非法外劳 然后去有人 检计 去用非法外劳的 通货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 有一个所谓的能力 针对这个国际移工 有很多都住在我们高雄 比如工産地区 都有很多 民宅都做人 我们希望我们市民 也帮我们注意说 有对一些地方 是有比较多聚会的 这段时间 要过很多人的聚会 也请你给我们六甘教欢迎 我们会来顺办法 来 交代那种这些业者 用这种聚会 尽量检照 来检照 群聚感染 感染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 也请我们市民 可以和我们六甘教的配合 欢迎这种大型聚会 还有整个检测会 我们会给我们六甘教欢迎 我们选办法 来给他们这种习惯改调 在疫情期间 大家共体时间 OK 所以这个医院里面 有那种小卡 那个也要特别小心 不要乱打 有一些是非法的 当然我们会加强茶剂 来补充到我们市民的观点 但是大家也要对着注意 因为有些卡片 可能是压力而已 他没放在台上 我们就收集不到 OK好 来局长 最后20秒 跟大家做最后补充 好 疫情期间 请我们 高雄市的市民 跟市政府都配合 市政府一定会用心思 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如果各位六甘 有相关六甘的问题 随时跟我们高雄市六甘教来联统 我们一定会专利 带大家来做服务 当然这波疫情 大家全民一起防疫 各行各业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当然在我们六甘教的部分 有很多的专业的咨询 如果各行各业当中有一些 真的是撑不下去 或者是说你是有加班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要跟我们六甘教来顺问 在六甘教的国主买可以来问 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劳工局 我们的局长王秋冬局长来到杨洁节节目 谢谢局长 谢谢杨洁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感谢台中朋友收听 我是杨洁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一天 下回见拜拜